近日 内罗毕大学校长 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肯方院长齐瑞成 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 2005年 由天津师范大学和内罗毕大学共同创办的 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正式接牌运营 成为全非洲第一所孔子学院 其后 内大孔院开设中文本科专业 近年来 肯尼亚政府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作为肯尼亚总统教育改革工作组成员 齐瑞成坦言 由于师资和教材短缺 这一政策的落地实施遇到过瓶颈 这一政策的平台中文聂设计 Cortés的一项 X诞计计 有什么关系 中文聂学院原则可能 成立制作为肯尽 经过多年耕耘 内罗毕大学现已有毕业生留校任教中文 也向坎尼亚斯特拉斯莫尔大学 坎雅塔大学等多所院校 输送优秀毕业生担任中文教师 波萨的火种正燃起星星之火 齐瑞城表示 中文教育可以为非洲年轻人提供新的就业机会 截至2023年底 67所孔子学院46个孔子课堂 越来越多非洲民众自发加入中文学习的行列 一批又一批毕业生奔赴工作岗位 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文热正在非洲大地持续升温 中文热正在非洲大地持续升温 齐瑞城表示 他对中文教育有着更大的期许 就像中国的一句老话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都是一毫千里的一毫千里 这种生花式 今年年年年初 2014年 我们必须要建议 火 等于日常 人们来来学习英语的中国語言